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天组长刘姊妹给我发信息 说她教官的一个新人方姊妹 最近没来聚会 给她发信息也不回 我之前教官过方姊妹 和方姊妹比较熟 刘姊妹就想让我帮忙联系 问问她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我心想 这已经是你这个月第四次找我了 每次都是让我帮忙扶持方姊妹 我在她身上已经花了不少时间 本来我教官新人就挺忙的 把时间都花在她身上 不是耽误我的本分吗 我负责的新人 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呢 而且方姊妹是你负责教官的 应该是你去扶持 这么长时间了 方姊妹还不能达到正常聚会 是不是你尽本分不用心啊 再说 就算我去交通 也没人知道我的付出 还不如把时间 花在我负责的新人上来得实在 我把自己负责的新人 交官好 尽本分有果效了 带领肯定会说我尽本分是干 想到这儿啊 我就不太愿意了 我就对姊妹说 我正在交官的新人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只能尽量跟方姊妹留言 不能保证有时间和她交通 这样说完之后 我心里啊 有些受责备不平安 我这样做 是在维护神家利益吗 是在实行真理吗 这时我想到神的话说 一个人的人性里该具备的 就是良心与理智 这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良心 也不具备正常人性的理智 那这个人是什么人 笼统地说 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 是人性太坏的人 那细节地说 这个人都有哪些丧失人性的表现 让人说他没有人性呢 这类人都有什么特点 都有哪些具体的流露 他做事应付糊弄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考虑神家利益 也不体贴神的心意 对见证神 对尽本分 没有任何负担 也没有任何责任心 他做事时都考虑什么 他首先考虑 我这么做了 神知不知道 人有没有看见 如果我这么卖力 这么实干 也没有人看见 神也没有看见 那我费这个力气 受这个苦 也没用 这是不是自私 同时 也是很卑鄙的一个存心 他这么想 也这么做 这里有没有良心的作用 有没有良心的成分 阿门 阿门 神的话揭示的 正是我的情形 我做什么事 只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利 人能不能看见 丝毫不考虑神家工作 真是太自私卑鄙了 现在方姊妹没来聚会 正是需要神话语的 交官共影 我和方姊妹比较熟悉 去扶持帮助她比较合适 可我想的却是我花时间精力做了 有没有人知道我的付出 我能得到什么益处 当想到这是背后的工作 带领也看不到 就找借口推脱 丝毫不考虑 方姊妹会不会消极退去 想想神为拯救一个人 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在这个期间 撒旦紧紧地盯着每一个人 想方设法地用各种轨迹 来拦祖人跟随神 现在新人不来聚会了 这就更需要我们 同心合意地依靠神 跟新人交通真理 解决他们的各种难处问题 使新人在真道上 尽快扎下根基 是 可我对神没有一点体贴 眼看着方姊妹不来聚会 随时都有退去不信的危险 我却置之不理 视而不见 我真是没有一点人性 自私卑鄙到了极点 想到这儿啊 我心里就更加难受自责了 觉得自己不能这么没良心 应该跟姊妹好好配搭 把方姊妹扶持起来 是 当天晚上我就给方姊妹留言 询问了情况 第二天 方姊妹也回复了我的信息 说她最近遇到了一些事 很消极 不知道要不要来聚会了 我就问她遇到什么难处了 可她支支吾的 不愿意说 我一看这个情况 心想 看样子啊 是临到了比较大的难处 如果不花点时间 解决她的问题 她可能就有跌倒的危险 我应该了解清楚 她的难处 针对她的问题 及时跟她交通 是 是 但又一想 她的性格 我也知道 没有长时间的引导 她是不太会敞开心的 这两天啊 我负责的新人又增加了 正是忙的时候 要是把时间 都用在解决她的情形上 我负责的新人出了问题 那我不得担责任吗 到时候 我尽本分裹销下滑 带领该怎么看我 想到这儿啊 我心里又有些犹豫了 就想着 把这个问题 推给其他弟兄姊妹去解决 这时 方姊妹突然下线 不回复信息了 我一看这个情况 心想 反正我也问了她的难处 她不说 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没再过问她的事了 第二天 我负责的一个新人 也不回复我的信息 我就有些着急 赶紧去了解她的难处 就怕新人不来聚会 这时 我突然想到 昨天对待方姊妹 不管不问 挺不负责任的 心里啊 就有些受责备 同样是新人遇到问题 是我直接负责的 我就能花时间扶持帮助 不是我负责范围内的 多花一点时间 我都觉得是在担我尽本分 我怎么这么自私呢 想到这儿 我就跟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更深地认识自己 后来啊 我读到一段神的话 对这个问题 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咱们一起看下视频吧 好 全能神说 狄基督人性里的自私卑鄙 有哪些表现 凡是涉及他地位名誉的 他就绞尽脑汁地去做 去说 下功夫奔跑 受多大苦都愿意 涉及到神家工作的 涉及到原则的 甚至有恶人打岔搅扰 作恶多端 严重影响教会工作 他都不管不问 好像与他无关 有人发现了揭露出来 他还说没看见 假装不知道 狄基督这类人 无论担当什么工作 从来不考虑神家利益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是否受到损害 只考虑眼皮底下明显的活 神家教会的工作 只是业余活 推一推动一动 维护自己的利益 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他自己喜欢干的事 才是正事 凡神家安排的事 神选民生命进入的事 在他眼中都不重要 无论别人工作 有什么难处 发现什么问题 话说得多么诚恳 他都不理睬 也不参与 好像与他无关 教会发生多大的事 他都不管不问 即使把问题摆到他面前 他也只是勉强地应付了事 除非上面直接对付他 命令他处理某个问题 他才勉强地做点实际工作 做个样子给上面看 过后还是忙自己的事 教会的工作 涉及全局的大事 他都不关心 不搭理 甚至发现问题也不理睬 别人问他 也是支支吾吾 很勉强地应对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还有 他无论尽什么本分 总考虑能否出头露面 只要能提高知名度 他就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地去学去做 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 他无论做什么 想什么 处处只为自己着想 在人群当中 他无论尽什么本分 只争高低 争输赢 争名望大小 他只在乎仰望他的人 有多少 听他的 追随他的人 有多少 从来不交通真理 不解决实际问题 从来不讲尽本分 怎样达到 办事有原则 有没有中心 有没有尽到责任 还有没有什么偏差 神家 神家的要求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他丝毫不理睬 只为自己名利地位做事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人性里充满了自己的欲望 野心与无理要求 所做的一切事 也被自己的野心欲望支配着 无论做什么 动力源头都来自于自己的野心欲望 与无理要求 这是不是典型的 自私卑鄙的表现 阿们 阿们 神审判的话语 让我感到扎心难受 狄基督做任何事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只要对他有利的 他就绞尽脑汁的下功夫 受多少苦都愿意 对他没利的 他能做也不去做 宁可看神家笑话 也不维护神家利益 是啊 在狄基督的眼里 本分只是他达到 个人目的的一个工具 他所有的努力付出 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特别的自私卑鄙 是 他不在乎 有多少人能来到神面前 别人的难处能否得到解决 只在乎自己通过努力 能否得到人的高看 能不能在人群中立足 完全把尽本分 变成了他追求名誉地位的战场 弟兄姊妹都成了他追求名誉地位的牺牲品 我的所作所行 不是跟狄基督一样吗 方姊妹遇到难处 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却嫌浪费自己的时间 觉得我花时间精力做了 功劳也不会算到我头上 我又得不着什么好处 就推脱不愿意去 即使勉强去 也是走过程 方姊妹不回复我信息 我也不管不问 还觉得联系不上她 我也没办法 我明知道方姊妹的难处 不及时解决 她随时都有退去的危险 可我还能昧着良心应付糊弄 我这不是断送 姊妹蒙拯救的机会吗 想想 我负责的新人遇到难处时 我能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解决 是因为这涉及到 我尽本分有无果效 能否得到带领和弟兄姊妹的高看 我为了自己的脸面利益 就能甘心受苦付代价 可一旦得不着力 哪怕看到新人受撒旦搅扰 活在黑暗中 我也无动于衷 我哪有一点人性啊 我把本分分成你的我的 觉得不是自己直接负责的 就不是我的本分 丝毫不考虑神家整体工作 更不考虑新人的处境 如果新人因为我的不负责任 被撒旦迷惑掳去了 我这不是在作恶吗 我本来就是尽浇灌新人的本分 新人遇到的任何难处问题 我都有责任义务去解决 尤其是新人软弱消极 面临着撒旦的搅扰 更得及时扶持 帮助新人在真道上尽快扎下根基 是 可我却利用尽本分的机会 来达到个人目的 这走的不是抵挡神的 敌基督道路吗 我也是这样 尽本分总是考虑个人利益 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做事 不考虑神家利益 我还以为自己只是有点自私卑鄙 没认识到 这流露的是敌基督性情啊 是啊 是 以往不明白 神为什么厌责恨恶自私卑鄙的人 现在我才明白啊 自私卑鄙的人做事 只为自己考虑 丝毫不维护神家工作 也不考虑别人的利益 没有丝毫的良心理智啊 是啊 是啊 想想这个世界 为什么越来越黑暗邪恶 人类也越来越败坏 就是因为人都凭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无力不起早 这些撒旦哲学活着 这些东西 早已成了人的本性 人人都为自己争取利益 都为自己活着 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 变得越来越自私诡诈 确实是这样 是 虽然我信神了 也来到神家尽本分了 可我还没得着真理 还是凭撒旦毒素活着 尽本分总斤斤计较 只追求满足个人利益 一涉及到跟自己利益挂钩的事 我就愿意付代价 可一旦得不着力的时候 我就置之不理 视而不见 即使勉强答应去做了 也是应付糊弄走过程 看到我对神 没有一点真心 我把本分 当成自己追求名誉地位的工具 利用尽本分 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走的 正是抵挡神的敌基督道路呀 是啊 后来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衡量人的所作所行 是善是恶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看你心思所想的 所流露出来的 所行出来的 有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 有没有活出真理实际的见证 你没有这样的实际 没有这样的活出 那无疑你就是作恶的人 作恶的人在神那儿怎么看 就是你心思所想的 你外表做出来的 不是在为神做见证 不是在羞辱撒旦打败撒旦 而是在羞辱神 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 你不是在见证神 不是在为神花费 不是在为神尽上你的责任 这样信神到底图什么呢 信到最终还不是一场空吗 阿们 看了神的话我明白了 神看一个人 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 是看人做事的存心出发点 是不是在维护神家利益 是不是在见证神满足神 而不是看人受了多少苦 付了多少代价 如果尽本分的存心 是为了个人出人头地 脸上风光 那时候再多的苦 神也不称雪 反而会被神定罪为作恶的人 是 想想在新人临到撒旦搅扰 最软弱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却袖手旁观 对自己有力就做 没力就漠不关心 我这样尽本分 就是在搞个人经营 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神 如果再不悔改 最后只能被神咽气淘汰 是啊 本分不是我们的事业 是神给的托付 按照神的要求 根据神家的需要尽本分 才和神信业 是 为名誉地位做工 这是搞个人的经营 走的是抵挡神的道路 这性质挺严重的 是 是啊 明白了这些之后 我就跟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能放下私心 尽自己最大努力 去扶持方姊妹 嗯 祷告后 我再次给方姊妹留言 没想到 她很快回复了我的信息 刚开始呢 方姊妹不太愿意敞开心 我就在心里跟神祷告 跟姊妹聊自己的经历 一点点地引导她 嗯 后来姊妹敞开了心 说最近家人受共产党谣言谬论的迷惑 拦阻逼迫她 不让她信神 她受挟制 就不愿意来聚会了 我就给姊妹读了几段神的话 交通了 在撒旦搅扰的时候 该怎么满足神 怎么为神赞助见证 聊着聊着 不知不觉 就过去了三个小时 已经是凌晨了 但方姊妹还说 感谢神 今晚精神很好 没有觉得困 接下来愿意来参加聚会 感谢神 太好了 听姊妹这样说呀 我心里很感动 自己也没做什么 只是花了点时间交通 把神的话发给姊妹 姊妹的态度就转变了 这一切啊 都是神做工达到的国效 感谢神 我体会到 放下个人利益 实行真理 尽本分就有神的带领 是 心里啊 也踏实平安 是 感谢神 不久 有一个交惯姊妹找我 说她负责的一个新人 没来聚会 她不知道该怎么交通帮助了 我之前也交惯过这个新人 她就想让我帮忙扶持交通 临到这个环境 我心里又开始流露了 要想解决她的问题 那我得多抽时间 和她交通才行 这段时间呀 正忙着 我负责的新人 也需要交官扶持 再说了 我和这个新人 也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我找她 她也不一定回复我 那我还有必要花这个时间吗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意识到 我又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我就在心里跟神祷告 把心安静下来 后来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当你流露自私卑鄙的时候 你意识到了 你得寻求真理 怎么做合神心意 怎么做对大家有利 你就得先放下自己的利益 根据自己的身量逐步地放弃 一次放一点 经历几次就彻底放下了 放下心里就觉得踏实 就觉得做人应该有良心 有理智 没有私心 能体贴神的心意 腰板就挺得直 完全为满足神做事 就光明正大 就活得仗义 这样活在天地间 光明磊落 是一个真正的人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神赐给的这一切 你越这样活着 心里越踏实 越光明 这样不就走上正轨了吗 阿们 阿们 神的话呀 给我指出了明确的实行路途 真正信神的人 临到事能放下个人利益 最大限度地 维护神家利益 是 而尽本分 只为自己利益图谋 自私卑鄙的人 只会选择满足个人利益 这个环境临到 是神对我的检验 神要看我在这个过程中 会如何选择 这次啊 我不能再自私卑鄙 光考虑自己了 我得实行真理满足神 感谢神 想到这儿啊 我就把心安静下来 给姊妹留言 真心地为她祷告 当我这样实行的时候 我心里感觉 她是平安 嗯 虽然她现在 还没有回复我的信息 但我觉得 我把自己能做的 都努力做了 也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嗯 是 如果她是神拯救的对象 是一个能接受真理的人 相信总有一天 她会回转 会来参加聚会的 感谢神 能放下个人利益 以一颗单纯诚实的 心尽本分 不管别人怎么看 只求把自己能做到的 尽力做到 这样心里才踏实平安啊 嗯 是啊 我也真实体会到 尽本分不计较个人得失 尽全力尽自己的责任 这样活着才坦荡 阿们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